为了向国军阵亡将士以及先烈表达追思 新竹市111年称继阵亡将士继公允官兵追调会 由新竹市副市长沈慧红代表市长林志坚主继 典礼庄严肃目 感念我们的先贤先烈 以及所有在这个为这个国家 为这个社会付出的英勇将士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除了我们尊敬我们这些 为我们开张弊途 然后为我们保家为国 保佑平安跟幸福的先烈先贤以外呢 事实上在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们也努力去做改善 那在新竹市民政处张立可处长 这边的一些规划跟整理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事情 也符合大家的期望 包含我们现在可以一位双冠 让很多就是先烈先贤的家人 可以跟他们以后还是长相陪伴 每年329青年节以及93军人节 市政府都会举办追悼会向国军阵王将士 以及先烈表达追思 近年来在民政处规划下 也将中林祠软硬体设施进行维护升级 冰葬条例也在修正之后 开放一柜双冠等措施 圆满家人的心愿 记者万事连新竹采访报道